大家认真低头学习如何制作竹编品 原来老人家们是在学习制作竹灯笼 草囤南普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推广农村艺术 日前特别邀请在地艺术家 到社区教导居民如何制作竹灯笼 吸引不少社区的老人家一同参与 南普社区传统荣业社会与文化结合 这组灯笼的制作社区的营造能够流传下来 在此展示社区的灵机力营造的精神 灯笼的制作如果成功的话 也可以在各地参加展示 这组我们制作的目的 也这组我们展现我们社区的灵机与共识 指导老师表示 制作竹编品需要相当大的耐心与细心 才能让成品更完美 参与的老人家也表示 很高兴能有机会学习到竹编灯笼的制作技巧 期盼学会之后 能在明年的元宵节派上用场 因为这个是农村嘛 用竹编唤醒他们以前对竹编的一些记忆 那最主要还是让他们动动手 学习一些简单的一些竹编的一些技法 竹编这种东西它是有规则性的 所以说一不小心有没有 我们可能就会编错 要培养他们耐心的去学习这样子 那有些东西它对它的思考会有帮助 水人是很烦恼的 但是也做得很欢喜 但是一半再一半就是不对 老师很耐心 如果我们这样一半一半这样给我们夹 跟我们说你一支一支这样下去烧烫 下去做出来 就觉得有型灯笼就很漂亮 议员简禁贤也表示 看见长辈们这么开心着在制作竹灯笼 感到相当的欣慰 也非常肯定与支持这样的活动 我们这边的这个塞幅来教到 我们这些热灵 这些社区这些事材 来做到这个竹编的这个灯笼 我看大家很认真很用心 老师教导的时候做出来 持续都会感觉很漂亮 这个在这里说 回去做装饰以外 玩笑着的时候 用船子的时候 再来拿来提灯笼 这个非常好 这个所谓真的不简单 所以说一定要传承下去 继续传承下去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这些古老传统 这些记忆不要去流失 此次活动 希望能借由传统竹编艺术的学习 让竹编艺术继续传承 凝聚社区的向心力 让南普社区从农村逐渐转 为观光社区 永续发展下去 明依新闻林轩草屯采放报导 新闻或 � cardi罚 wal便 감사합니다